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呢 比方说我一开始建立INT选项 但是我可能见错了 我想要去更改 其实我要验证的是变数字串的一个选项 那这时候呢 我就去变更 透过我们的UI设计 然后 确定 这时候我们的答案储存 我们就会看到 诶 他怎么跳一个错误讯息 不允许储存变更 他就会说 我的必须先卸除再重新建立 或者呢 我可能启用了防止储存 需要制造表重建变更的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呢 就是我们 SQL Server Management 里面一个预设一个房贷的选项 那我们要怎么取消它呢 我们就去工具这边选项 然后下面呢 我们也看到一个设计师 这边有一个资料表和资料库设计工具 下面有一个防止储存 需要资料表重建的变更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勾掉 然后按确定 这样呢 他就不会阻挡我们 去重建我们一个资料表 一个资料类型 这时候我们的按处存 我们呢 就很成功地看到 他把我们资料类型呢 成功地变更了 那这样我们就很好的去测试 我们的资料类型呢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去看我们的栏位呢 到底有没有错误 所以呢 在我们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暂时取消这个选项 工具选项连着这个防止重建的一个变更 但是呢 这边要特别提醒各位 如果今天是在公式做事呢 或是说跟别人合作 如果不是在练习的情况下呢 建议各位呢 还是不要擅自取消这个选项 因为可能会去更改到资料表 那可能就让整个公司的资料呢 都大错特错 那就会出很大的问题了 好 那今天的教学呢 就到这边为止 就是很快的快速教大家呢 如何去取消我们的资料表 重建变更的一个选项 嗯 希望我的教学呢 有帮助到大家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